感知中国力量军事计时 毛文乐是一名2014年9月入伍的新兵 入伍前他曾学过八年泰拳 跟我EP考的 我们那边去了大概是30多个人 然后最后能通过这个八段考核的 也剩下了五六个 现在毛文乐抓紧时间练拳 是想参加一场挑战 他要以泰拳八段的扎实基础 向另一个连队 景真连的战友展现一下实力 这里就是景真连了 为了迎接2015年春节的到来 第二天景真连就要举办一场国际比赛 而这些战士也都开始热身准备 景真连及警队侦察点 在部队 景真连的战士通常担负警卫和侦察任务 因此景真连十分重视培养战士们的搏击机器 每年新兵入伍 有武术特长和体育特长的新兵 一般更容易进行真连 但毛文略却因为身高略爱 失去了机会 他进的是机炮的人 来到机炮连的毛文略 学过泰拳的优势很快就发挥了出来 由于泰拳强调对肘部和西部的运务 一天前 利用训练间隙 景真连的战士组织斗机比赛 所谓斗机 指的是比赛的两人要向前盘起一条腿 用双手抓住脚腕 然后用单腿一蹦一跳地对撞 其中一方把另一方盘起的那条腿撞到地上后 就算脚没落下的这方赢 参加这个活动的战士 腿上的力量要求 手臂暴戏的进攻要灵火激动 此时 这名战士已经接连赢了几个回合 还有没有不服呢 没有 有没有 我不服 呀 终于哪个单位的 我不服 还把楼杀了个车要赢了 来景真连踢馆的人正是毛文略 是 咋不服 我们就啊 是啊 心里有点不服 泡泡 一个字 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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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毛文略却不占优势 景真连的这名战士名叫张帆 和张帆相比 毛文略的身高 体重也差了一截 斗机这个项目 我以前都没怎么接触过 第一次跟那个班长做了之后 然后我的脚就歪了一下 后两次再做的话 我就觉得站不住了 也有很多技巧 我都没怎么会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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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文略最终肉败 而他觉得自己输了的最主要原因 是不熟悉药柄 今天你们想因为会有天气太冷了 而且你们都没带护具 很容易受伤 等明天你们俩都穿上护具 我们做冲突准备 把我们景真连的人就来陪你耍一下 行不行 行 为了拍摄迎新春节目 军中状元三百六 我们军事纪事栏目的记者 到基层部队采访 看到第二天 毛文略还有和景真连的高手一决高下 现在我们很想知道 他这个泰拳八段最拿手的是什么 这样的木条 它大概有两公分厚 三公分宽 都是实木的 很结实 在太远当中 接触到敌人近身之后 常见了一个顶期 实战中 如果接触到对手之后 对手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格挡防御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顶他的下腹部 这样基本上一击的话 他就失去了作战能力 实际上战士们所掌握的技能 都和实战相关 毛文略要用膝盖撞断木条 一开始刚练的时候 也是因为这些关节部位 也是很脆弱的地方 你要稍微小心 它就会受伤 跆拳主要运用人体的膝盖 找这里的关节部位进行攻击 毛文略这个近身顶期的动作 到底有多大的力量呢 它这个骨骼和外皮 这个坚硬的程度 长期的练下来 它会逐渐的变硬 现在可以看到 从侧面看到 确实是实木的 很结实的木条 这样就一下 中间没有任何的停顿 它就已经把它给击断了 接下来 毛文略还要向我们 展示一个更难的动作 这一片瓦 切面看有1.5公分厚 把它摆成这样 主要是展示一下 它西部的杀伤力 我会通过在弹跳中 双膝同时收容 用这个下达的冲力 用双膝同时将它给它击碎 如果运到实战动的话 基本上是 给予敌人的最后的致命一击 就是敌人可能已经是倒下了 倒下之后 我们要 防止它做出临死的反扑 这种选择 我们可以给它这样的致命的 强有力的一击 瓦片硬生生地摆在了地上 按理说 弹跳后 一个人的重心 都压在膝盖上的力道 是可以击碎瓦片的 但我们现在担心的是 毛文略有没有这个胆量 它的膝盖又会不会受伤 现在两边的这一砖 一共四片红砖都已经全部碎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没什么感觉 这膝盖都没有感觉 没有 你都是觉得疼 不会的 毛文略的展示 让不太了解胎拳的记者 感到很震撼 他的肘部力量 同样会让任何对手畏惧 兄弟们 一个都比我来扯着我们景真联了 怎么办 要先 新的一天 景真联的搏击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急跑连的毛文略 又和景真联的高手过招了 兄弟 这是我们连的 正向排长所说 景真联的这三名老兵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张文杰 精通武术散打 曾经获得山东省散打比赛 75公斤级第二名 早装饰散打比赛第一名 韩立鹏 曾经获得集团军教导队 务数攻击级 三打第一名 第三位 就是一天前 在斗鸡比赛中 赢过毛文略的张帆 他的旅里 得过三打第一 拳击第二 按照比赛规则 毛文略目前还不具备挑战 景真联三名高手的资格 他要先和一名新兵 一决高下 而现在准备上场的 就是新兵高磊 高磊身高1米83 有很强的武术功能 善于使用各类刀柜 穿戴好护具后 到景真联来的毛文略 要闯第一关 有请红方队演出场 有请黑方队演出场 开始 正式比赛开始 高手过招 都要先探探对方的虚实 技术不活也 要死守 也不只用出击什么的 都属于被动的状态 因为他身高必长 限制了我的吸手发挥 跟他这个高大的对手打的时候 我只有在精神 特别精神的时候 才能发挥我的优势 接下来 率先发起进攻的是高磊 但他还快意识到 这场比赛不会这么顺利 打打的我就觉得 不足够出击 也不足够出招 我说这是 是不是还有什么绝道什么的 猫文锐这一击有力的反击 赢得了现场的一片叫好伤 猫文锐和高磊的身高 差了将近20公分 他企图用高拳击到高磊 然后再用泰拳中的吸肘攻击 被他抓到了漏洞 就是会被他 因为他吸肘肘 会造成重伤 但是高磊防得也比较好的 尽管我们的摄像机 清楚地记录下了 猫文锐打了高磊的这一击重拳 但几乎同时 猫文锐挨到的是更重的一拳 当时我是中了一个低身 他还正好是向下打 然后我这个格挡没有挡掉 他这个右肩刚好是 打到了我这个嘴唇 然后磕到牙齿 整场比赛 高磊没有给猫文锐 更多的进身机会 猫文锐到景真莲来挑战 可他连第一关都没有闯过去 还是那句话是天外有人 天外有人 天外有人 这句话还是不假的 猫文锐落败的结果 也出乎了记者的预料 那么这个脱颖而出的新兵高磊 又能不能战胜另外三名老兵呢 高磊首先挑战的是张帆 看着 这一次 先发制人的是张帆 老兵的信心来自他的实力 他这个在今天这么长时间的锻炼 他的身体耐力素质都很好 比赛的胜负 以击打对方有效部位的次数多少来评判 很快找回状态的高磊 也开始频频还击 规定的时间到了 而最终的胜负结果要看评委的统计 下面有三位评委全都存进 一位评委 8比9 黑方针 二位 5比7 黑方针 肯定会很紧张 但听完第二个就不紧张了 因为知道自己输了 三位评委 7比6 黄方针 下面我宣布最终结果 黑方针 高磊胜出 接下来他要挑战老兵韩丽鹏 开上 开 这又是一场几乎不分高下的比赛 比赛用时结束 经评委统计 高磊再次胜出 最后一场 高磊将对阵张文杰 开上 比赛开始 新兵高磊能否越大赛勇 张文杰能否捍卫老兵的荣誉 开 开上 以一代劳的张文杰 比赛思路清晰 一开始他进攻积极 李正在击打对方 有效部位的次数上 占攻 张文杰班长 拳法速度是非常快 然后也是灵活多变 步伐也是特别的灵活 在击打对方有效部位的次数上 明显占优之后 张文杰已牢牢控制住了 比赛的节奏 张文杰班长一直快打快出 然后下半场就是打完就跑 一跑的话 我的拳一出去 可能打不了他人 等会让人这个节奏 我想自己是追呢 还是不追 因为不追我就要失败 追吧 张文杰班长这个快打快出的 这个做 这个特点他用来拿出来 好 好 我出三位屏委 谁是结果 第二篇位 红方对黑方 七比九 黑方正 红方对黑方 六比七 黑方正 五比七 黑方正 黑方正 最终 老兵张文杰 战胜了新兵高雷 荣获竞争连搏击比赛的冠军 和高雷达 因为他这个拳法 相对来说 比自己要稍微强一些 做到有一些意外 也没想太多 挺开心 自己肯定是 给自己刷一股剑 看到这些强力的对手 还有这些更加强劲的班党 也是常常的学习 在基层部队举办的一场 迎新春国际比赛中 可以说 拳王的最终人选 始终充满悬念 无论是机炮连的毛文热 还是景森连的高雷 张帆 韩立鹏 张文杰 他们所展现出的勇往机制 都来源于平时的刻苦训练 而在今后的日子 苦练精英 将继续伴随他们 收获成长与进步 走进中国精英部队 寻找精英中精英的单兵取迹 水上飞兵 丛林刀客 血缘枪手 野战车棒 擂台全主 狙杀兵神 时刻苦练精兵 随时准备挡仗 军众男儿唱开练兵场 陪您过大年 军事纪时春节特别节目 军众状元306 2015季 敬请收看